哈喽大家好我是X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618之后呢休息了一周 所以脱跟了一下 本周正式回归了 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我最近购买到的一些单品 有些是618购买的 有些是之前购买的 那有皮鞋 运动鞋 美式短裤 技能工短裤 还有几副新的眼镜啊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正式内容 那第一双是非常有特色的来自Kami Anger的方头德比鞋啊 那这款鞋子特点在于它的方头设计 还有是绑带式的处理 让它与众不同 V型的绑带开口提供了更舒适的一个穿着体验 不会抹脚背 那鞋身拼接触的大家可以看到 采用了这种经典的弯曲边旗鼓设计 非常有特色 让它更加的年轻化 那鞋面的话是采用了舒适的头层超纤皮革 那鞋子内里的话也是搭配了本色超纤皮 同样是黑色的 质地柔软 触感细腻啊 上脚非常舒适 同时具备透气排湿的特性 然后鞋底的话是采用了这种非常柔软的EVA材质 提供着类的耐磨性和抓地力 而且穿着的时候也能使你走更多的路 更加的持久 那不知道现在大家在一场穿搭中更喜欢穿皮鞋呢 还是运动鞋呢 欢迎大家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两条NOSCA的技能风短裤啊 车子入手的这两条的话都是他们这一季新出的单品 那首先是新款侦查兵多口袋短裤啊 大容量的插带和库容口袋使你可以方便携带非常多的物品 而且设计细节也非常的独特 那无论是口袋设计还是拉链设计啊 大家都可以从我的演示中看得清清楚楚 非常的有意思 功能性也非常的棒 另一款是裙片腰间口袋短裤2.0啊 那灵感的话是来自传统渔夫裤和登山腰包 那结合了时尚还有功能性 同时它的轻薄度耐穿度都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也具备防波水的一个功能性 然后大家可以从我的演示中看到 这条裤子的口袋设计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功能性装载性也不差 那如果你想找寻比较适合夏天穿的技能风单品的话 那这两条短裤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 对了 大家选购短裤的时候会比较看重短裤的装载能力吗 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告诉我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双复古男友鞋 来自艾维亚的855 艾维亚Archive系列推出的第二款重量级产品 那这款低帮男友鞋是代表的速度理念和先锋性 那鞋舌上的篮球运行轨迹 还有是手写体的FAST 象征着它曾经是外线球员 或者说是速度型风线球员的首选 那这双艾维亚85曾经在NBA的赛场上也是大受欢迎 当时许多的球型都选择穿着它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滑翔金德雷克斯勒 皮盘乔杜马斯等 那无论你是篮球爱好者 还是潮流追求者 这双鞋我觉得都是可以关注一下 不能错过的 那说到复古男友鞋 那这两年是非常的火爆 你们有入手了哪双复古男友鞋吗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 告诉我 下面我们来看两件来自Mitchell Ness的单品 那如果你是美式风格的爱好者 或者说你喜欢NBA 喜欢篮球运动 那这个品牌你绝对是知道的 那这次入手两个单品呢 一个是艾伯森印花的复古T恤 还有一个是来自76人复古标的短裤 那衣服的话是采用了复古人物印花 非常适合搭配美式运动风格 那除了艾伯森以外 还有麦迪 罗德曼 便士啊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球星来选 然后这条短裤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一说的 那这条短裤我觉得可以说是 MN和JustDone的联名的平T版本啊 那相比于JustDone联名版本的这个网眼设计 它这种纯棉的毛圈面料 其实是更加的百搭的 而且夏天穿也会非常的舒适 再加上这个非常有辨识度的超大的球队的logo啊 夏天搭配一些美式的风格 或者是运动的风格都非常的合适 那除了这个七六人队以外 还有非常多的球队 比如说七六人啊 热火啊 勇士等等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球队来选择 那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啊 你最喜欢的NBA球星现在是谁 留言与我分享你们的偶像 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三副 我最近配的非常不错的眼镜 那有染色片也有透明的近视片 那其实我平常还是会配非常多的眼镜来尝试的 只有时候可能效果不好 或者戴着我觉得不太舒服 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那这次的这三副呢 还是我单样做眼镜的同学帮我搞的 那第一副是这一个透明框的眼镜 那这一副的话 我其实买回来一开始做了一个茶色的染色片 那一直是没有机会戴啊 因为感觉那个染色片配有点深啊 所以这次我索性把它换成了透明片 作为日常佩戴了 那戴着戴着发现 这个透明框和其他的框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因为它有一些金色的点缀啊 所以上脸之后效果还不错 现在成为了我日常戴的最多的眼镜了 第二副是金属椭圆眼镜啊 我是做了一个40%灰度的灰色染色片 适合日常的一些时尚穿搭啊 那灰色染色片是我个人认为最百搭 适应性最强 是戴着最舒服的一个颜色 所以如果你想初次尝试染色片的话 灰色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这两副眼镜啊 都是来自一个日本的眼镜品牌 叫做ADSR 他们的性价比还算可以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那最后这副眼镜呢 是我同学给我特别找的 也是根据我的一些需求 完美适配我这个比较长 然后有一点点方的脸型 那同时我的小眼睛啊 淡眉毛等面部特点呢 也是可以适配的 那细黑框呢 是非常的百搭啊 而且可以掩盖 我眉毛淡的一个缺点 圆形中小框形呢 也是非常适合长方脸型 和我这种小眼镜的 同时这副眼镜还有独立鼻拖 重量的话也是比较轻的 另外这种细进腿啊 也是不会压耳朵 非常的舒服 那眼镜的话 如今不仅可以矫正视力 也是时尚的装饰品了 所以大家选择眼镜的时候 尽可能要选择适合自己脸型的 这样才能给你整体的穿搭加分 OK那以上就是我这期 购物分享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对这些单品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想要了解更多的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都会给大家回复的 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 自己688购物的一些好物 那就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测达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